警官署最新在网站上公告 新冠疫苗冷链仓储的采购需求 其中仓储的温度必须要落在 摄氏-70度以及-20度 这个极低温的冷链输运 目前只适用于在mRNA的疫苗运送 似乎也正在宣告 国国在为莫德纳还有辉瑞疫苗来台做准备 有没有可能最快5月就可以开始施打 但目前指挥中心表示 现在COVAX平台的候选疫苗种类众多 目前还无法知道实际的供应厂牌或是数量 只是先给冷链的厂商做好评估 国国难道就要迎接新疫苗了吗 实际进入机关署网站 在最新一则的疫苗仓储物流与配送的采购公告中 其中仓储温度都在-70度C的大约要50万剂 破20度C的则是100万剂 但由于极低温的冷链运输 目前只适用于mRNA疫苗 对应到仓储温度似乎等同于宣告 莫德纳还有辉瑞疫苗 就要来台 两种疫苗它都是将近95%以上的保护效果 那在安全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 除了一项就是说它的严重过敏反应 百万分之三到五左右 目前推测辉瑞疫苗主要是透过COVAX取得 按照标案需求最快从5月就有机会打得到 主要中心回应由于COVAX平台 候选疫苗种类非常多 现阶段还无法得知实际供应的厂牌跟数量 目前只是先让冷链厂商做设备 还有投标金额的评估 将采取开口合约 未来再试实际情况做结算 但五国打气会有机会因此提升吗 会有两种RNA疫苗再过来国产的蛋白疫苗 也说病会散来 预期在五六月之后 我们那个疫苗接种的速度 应该会大幅的加快 冷链的技术它的成本一定要给它做提高 才可以让这个冷链的技术 能够普及到医院以外其他的单位 否则你空有疫苗 你根本没有办法促进大气 专家各有不同看法 但疫苗跟冷链设备要怎么分配 才能加速施打 达到六成的接种率也是一大难题 就你这会接听不懂 华航货机机师确诊连环报 指挥中心原本还秀出施打疫苗数据 想要批评华航接种的进度落后 但现在掀起华航反弹 还认为指挥中心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华航表示他们旗下的货机机队就有21架 长荣目前只有5架 出勤的频率来看是远高于其他的航空 而且医护人员的接种率只有13.9% 你怎么就不说 医护人员的打疫苗速度也是太慢了呢 现在还有华航机师很无奈表示 其实机组员派飞回到台湾之后 要进行居家检疫 打完疫苗还要空出三天的时间休息 颁表根本很难临时配合 而且这回染疫的机师中 有一名组员他们就连交接用的 纸本飞行记录都已经加以消毒 没想到还是确诊 现在华航也向机组员发出了公告 宣布即日起执行长这个长城过程的这个夜航般的反台的机组员 居家的检疫期满之后要进行PCR的核酸检测 还得要加咽险气的抗体 希望来加速找出潜在的感染源 短短五天内华航爆出五名获鸡机师确诊 外界将矛头指向华航内部施打疫苗进度太慢 让前线机师好无奈 因为施打完之后是不适合做飞行任务 单表事实上在前一个月中就开始作业了 在飞的在检疫的 然后还要连续休三天的 这事实上有点点困难度 尤其是临时的 也是有点点苛责 华航机师也透露多数机组员都有遵守防疫规定 这回确诊名单其中一名染疫机师 龟毛程度更让执勤过的同事印象深刻 全面消毒没想到还是中招 机师群人心惶惶 医师指出不排除华航机队内有隐形传播链风险 恐存在潜藏的感染者 同公司有没有无状代言者 但这个机率也很高 所以我们希望指挥中心尽快去做一个 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内部筛检 来找到可能的一些无形传播链 根据了解华航也向组员发出公告 宣布即日起执行长城过夜航班返台的机组员 居家检疫起满后 除了进行PCR核酸检测 还得加验血清抗体 希望加速找出潜在感染源 以免疫情再向外蔓延 先让陈清顺谈不倒 又传出有民众居家检疫落跑事件 这是一名科威特级的男子 24号抵达屏东墾丁 打算要参加铁人三项赛事 不过工作人员却发现 他其实是在这个月18号才入境台湾 依照规定来看 他应该还是要在防疫旅馆做好居家检疫 直到他无法提供相关的检疫证明 财经觉有益紧急通报 他根本是违规落跑 那目前防疫单位也将他送到了高雄的检疫所 并没有参加相关的赛事 就算事后这名男子没有参加比赛 也不是确诊个案 不过现在违反了规定 最高可被开罚100万元 气体喇叭一响起所有选手冲刺起跑 铁人三项比赛正式展开 但现在传出有外国籍选手 在居检期间落跑 打算违规混进赛事 个案他是4月18号入境台北 居家检疫还没有期满 那他就来到屏东 原来一名科威特级男子 在本月18号入境 依规定他应该在台北市的防疫旅馆 接受居家检疫14天 但男子竟独自一人 跑来肯丁参加铁人三项比赛 就在报名过程中 因无法提供检疫相关证明 且入境时间不对 被赛事人员发现 东窗事发 下官单位也立刻将人 带往独立房间安置 并等候防疫人员前往 进行后续量体温等初步检查 好在检查后 目前判定为阴性 马上把他隔离到一个房间 暂时停止会场的所有活动 整个环境做一个消毒 他本身也不是确诊个案 他是有取得阴性证明 才进来台湾 今晚科威特级男子 最后并未参加赛事 也不是确诊个案 但违反居家检疫规定 四处爬爬走 依法可罚100万元以下罚还 只是在防疫期间 居检落跑 外籍男子行径离谱 台中一名七岁大的黄小弟 上柔道客被摔成重伤 目前还在家户病房 昏迷指数只有三 原本训后被吴宝请回的教练 检方日四号再次复训 认为他有勾串证人 涉嫌伤害致重伤害罪 生压境界获准 黄小弟的家人也感到相当欣慰 希望司法可以还给他们公道 家长也表示 目前黄小弟的气色 已经有比较好转 原本他要求要学柔道 是希望可以保护家人 但没想到现在却躺在病房 希望他可以快点醒来 七岁就读小姨的黄小弟 学柔道却被摔到昏迷 原本核信教练被吴宝请回 但24号检方再度复训 直到深夜 法院裁定积压境界 昨天那个核信教练 在征讯完之后 可以当庭的那个被积压 这一点我也跟我儿子报告过了 我让他感觉 让他说 我这个爸爸有帮他做到了 而事发至今 核信教练始终没有上门致歉 给家属一个交代 让他们非常不能谅解 最起码的一通电话 来医院探望一下都没有 连做人的最基本的 歉意都没有 我不懂 我不知道为什么 原本想要学柔道健身 保护家人 现在却昏迷不醒 同班同学还录下加油打气声 再由黄爸爸反复播放 检方认定核信教练涉及伤害制重伤害罪 且有串政之余 向法院申请积压 境界获准 现在黄小弟的家人 除了希望司法还他们公道之外 更希望他能平安醒来 吉尔台中综合报导